HELLO 大家好,我是婷 今天這支影片比較不一樣 不是要介紹SCP 我要來講我做了一個SCP遊戲這件事 首先先來說說為什麼我要做遊戲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蠻想嘗試製作遊戲 不過以來我不會寫城市 而且也不會畫畫 所以都只是想想而已 但年初的時候開始可能是因為看了幾支 GameMaker 2K的影片吧 所以開始被Youtube推薦各種獨立遊戲製作者的開發影片 看著看著就覺得蠻有趣的 決定來實際做做看 遊戲類型的部分我很快就決定要做 Logelike 射擊遊戲 Logelike 射擊遊戲像 The Binding of Isaac 或 Enter the Gungjian 是我最喜歡的一種遊戲類型 不知道Logelike 是什麼的人 簡單來說這類遊戲特色是 隨機生成和永久死亡 這種特色使得每次遊玩的體驗都不大一樣 決定類型之後就需要一個主題 我腦中想到的第一個點子就是 一個寄生在人手上的SCP 可以發射子彈射擊 並且藉由獲得其他的SCP來增強能力 所以就有了這個遊戲的主角 一個一臉厭世的地界人員 至於為什麼是地界人員 因為好畫 其實我一開始也想過要不要以研究員或博士當主角 但我實在花不出實驗袍 迪恩的部分 特別是一般的怪物 其實並不是很好想 因為要在遊戲中重複出現 一些明顯只有一個的SCP就不適合 後來我這個遊戲中使用的分別是 SCP-610 SCP-553 SCP-1048B SCP-1048C 因為兩個BOSS分別是SCP-049和SCP-743 所以又加入了SCP-049之兒 還有SCP-73產生的昆蟲 目前這個遊戲有四關 兩個BOSS 就上面提到的SCP-049還有SCP-743 後面兩關BOSS是重複出現的 只是能力血量有加強 在我調整能力的時候 還出現了這個荒謬的情況 當然最後的遊戲裡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至於為什麼是用SCP-049當BOSS 其實不是我對SCP-049有什麼意見 單純也只是因為比較好畫 至少是人型 有沒有考慮以682當BOSS 但要畫682移動攻擊的動畫 實在有點超出我能力範圍 說實這麼說 但我畫的第一版049還是非常醜 像一隻胖蟹蛾 幸好又重畫過 SCP-743則是剛好那時候介紹完SCP-743 順手畫了一張 就正好把它放進來 順便解決小怪類型不夠多的問題 做743的時候 我原本想要幫他加上 被他產生的昆蟲搬運移動的動畫 但怎麼畫都不對勁 就放棄了 決定讓他當一個不會動的BOSS 但測試時卻發現他莫名的會移動 還以為是拿來出錯了 後來發現是被召喚出來的昆蟲推著移動 因為很有趣 也符合我一開始的構想就保留了下來 大致想玩遊戲的製作來介紹一下遊戲本身吧 這個遊戲其實沒有一個很嚴謹的設定 大致上是一個類似SCP-730事件 造成大量的收容失效 而一個能寄生人手的SCP 受到類似SCP-730中水智男孩受到的影響 獲得強大的能力 被寄生的低減員 記得他嘗試逃出站點 遊戲操作基本上就是普通的WASD移動 滑鼠左鍵攻擊 空白鍵衝刺 衝刺時無敵 並且可以破壞桌子 還有對敵人造成傷害 遊戲分成一般層和BOSS層 可以由電梯進入到下一關 一般層會有商店和道具房 都是用E來購買或開箱子 原本商店是想用SCP-738形式來表現 但我實在化不好 就只好直接擺在地上 遊戲基本的介紹就這樣 總體來說是蠻有趣的一次經歷 雖然是真的很花時間 希望大家會喜歡 至於這個遊戲會不會繼續做下去 就再看看吧 不過就算不繼續做這個遊戲 未來我還是蠻想嘗試做其他遊戲的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算不喜歡吧 希望主持人SCP或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 Теперь繼續戈跟小刀 WGen